毕竟你和郡主没有成亲 所以不日郡主的家里人 会把郡主接回去好生安葬 多谢公公 前来转告 现在阎官们纷纷上奏 恳请皇上一定要追查凶手 皇上也是无奈啊 才令老奴跑一趟 希望杰帅在一月之内捉拿凶手 好凭着悠悠众口 劳烦公公跑这一趟 即便皇上不开口 我也定会揪出这幕后的凶手 告慰顺承郡主在天之礼 那这一月之期 请公公带话回去 我在此承诺 不出一个月 不管凶手是谁 我定会让他一命抵命 不让皇上为我祭福之事 为难半分 那老奴就安心了 这就回宫禀告皇上 顺安环 送庄公母 是 庄公母请 请 一个月 看来真得逼一逼了 书夫人 书夫人 请 请 书夫人 最近可有听到过什么流言蜚语啊 若您所言是指 近日府中传言 顺承郡主之死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有意为之 这件事我略有所闻 不仅如此 我还听闻 那个陪家过来的小太医 嚷嚷着 又替主子查明真相 跑到表哥那边挨了顿打 换回了替顺承郡主 查明死营的机会 想到府中有如此歹毒之人 我夜里都不能安寝 怕下一个便是我 书夫人不用担心 这歹人 她害顺承郡主 那是有利可图 害您 能图什么呢 这样听来 我就安心了 只是 你说有利可图 那杀了顺承郡主 能图什么呢 那个歹人肯定是要害表哥 顺承郡主死了 皇上自然就会责怪表哥 为难表哥了 夫人 为何这般看着我家小妹啊 我只是想到 这表小姐爱慕姐帅 是府中都知道的事 若说真能图什么 那表小姐能图的 书夫人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怎么可能为了一己之私 就做出有害表哥的事情 宁儿 不得无礼 哥 他先诬蔑我的 对不住啊表少爷 都是我说错话 其实啊 我没那个意思 书夫人啊 你也别怪我家小妹 他从小啊被交光坏了 但是宁儿他呢 十分单纯和善良 杀人放火之事 他可是万万做不来的 那是 我先去看一下我家小妹 夫人 从小姐来说 打死的就是我家小姐 但是我的是 你吃饿了 医生的 又 claim 你吃饿了 没有屈罗人 还该死了 你不吃饿了 其他人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 可是姝夫人过得还挺好 在下想知道 姝夫人这么多年 是靠什么信念生活下去的呢 表少爷哪儿的话 我命见 得了我解帅大人所救 才免于被那群山贼欺凌 我至今感激他当年留我在府中 让我安稳度日 就算没儿没女 也好过在外流浪 这样的大恩大德 我又怎么每天安生叹气的呢 夫人说得极是 康德先行告退 改日带小妹前来向夫人 赔礼道歉 这个宁儿 要是有我一半的材质和稳重 早就拿下横表弟了 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又腿疾 看不起我事了 都给我挡着 这样能有个人 sé 老板 没谁 老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